喂喂喂,大家好 這場是我們的人才招募秀 大家好,我是Turkey 這場是我們很重要的人才招募秀 Hikam很重視人才,還有社群的交流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這邊找到技術上可以分享的夥伴 還有工作上的好同事 所以有很多戰術上支持Hikam 他們在這邊擺了很多很有趣的堂位 大家可以拿著堂位的集點卡到各個堂位上去逛堂位 然後擠滿了所有堂位集點卡上的印章之後 可以來換取限量的大會紀念品 好,那贊助商除了有很豐富的堂位活動外 他們也特地到我們的台前 分享他們對公司的無話 跟他們的徵求招募的資訊 我們現在來歡迎我們第一個戰術上的分享者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技協調中心 TW社CC 黃宇哲副主任 各位與會的來賓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代表TW社CC 然後在這邊做業務推廣 我們台灣電腦網路緊急應變中心 我們平常會服務中小企業 還有民眾 我們主要的四大核心業務有這四項 雖然跟人才招募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我先針對我們業務做個推廣 我們總共有四個核心業務 第一個就是通報處理的業務 通報處理的是平常會有企業或是民眾 會有發生資安事件的時候 他會打電話給我們 或是在我們官網上面做通報 那之後呢 我們會進行應變協調的一些處理的作業 那這邊可能有很多資安事件 就是可能牽扯到層面比較廣 所以我們會找很多不同的資安的單位跟組織 然後來進行應變協調的一些工作 另外呢 我們現在希望在各個企業 然後來推廣 就是緊急應變組織的這個新設的一個機制 那希望呢 由各個企業各個領域呢 去建立這個機制之後呢 然後能夠讓他們資安事件 可以快速的掌握 而且並且做應變 那另外就是我們跟國際的一些資安組織 還有一些社的黨委有做一些交流合作的一些機制 那希望說呢 這些國內外的一些情資呢 可以幫助台灣做一些聯防的作為 那最後是我們情資發布 大家針對情資發布的部分呢 應該比較有印象是我們在五月份的時候 五月份的母親節有一個很重要的資安事件 大家還記得是什麼嗎 王那苦愛嘛 對不對 那時候在母親節的王那苦愛事件的時候 我們T.W.S.E.R.T.在企業上班之前提出一份情資發布 就是說在上班前就是王那苦愛事件的時候 你在上班的第一天你要做什麼 那這個大家應該比較有印象一點 那我們就是這個單位 就是說我們在各位在歡度母親節很歡欣鼓舞的同時 可能你隔天上班 然後你要面對的是一個很強大的威脅 那這個時候你該怎麼辦 好 那我們T.W.S.E.R.T.的一個業務推廣 大致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大概有這四個部分 那人才照顧的部分 因為現在T.W.S.E.R.T.CC是由中山科學研究院來做圍運的 那中山科學研究院大家都知道嗎 我們是一個國防部的後勤部門 那國防部目前非常積極的在成立就是有關網路作戰方面的一些任務 那這部分呢其實需要非常大量的人才 然後來針對我們台灣的數位國土做一個聯防的作為 那今天早上有聽到就是吳老師他針對台灣的人才的培訓的部分有做一個分享 那其實台灣的數位國土的部分呢就是需要像各位這樣子強大的人才 然後來幫助我們一起守護的數位國土 那我們T.W.S.E.R.T.CC這邊呢也是希望說藉由這些人才 但是人才如果一旦是專才不跟人家分享的時候呢 那就比較麻煩了 我們希望說這些人才雖然有一定的深度 但是也要兼顧一個廣度 廣度是什麼 希望把這些資安情資一樣把它share到這個社會上 因為其實大家在這個社會上 畢竟都會有一份社會的道義跟責任 那這個社會的道義跟責任就是我們身為台灣人的一個責任嘛 那應該要把這些資安的情資呢 基本上可以分享到社會上 那你就可以分享給我們T.W.S.E.R.T.CC 那我們會橫向來溝通協調 然後台灣的所有的資安組織 然後以及會跟國外的單位做交流 那交流呢一起來提升台灣的一個資安應變 還有聯防的一個資安法部的能力 那我的時間應該已經差不多了 那就是那希望大家如果要找到我們T.W.S.E.R.T.CC的 你就是上Google 然後直接打T.W.S.E.R.T.CC 你就會找到我們 那如果各位民眾就是 大家都學生嘛 學生也是民眾 那如果有一些資安事件的話 那也可以向我們這邊來做通報 然後我們就會給予適當的建議 跟協除一些作為 好謝謝 好我們謝謝主任的分享 那可以問一下就是 目前 目前有很多的學生或是加入出資櫃單位嗎 目前就是說如果畢業生要加入我們 就是中科院那個行列呢 基本上我們的福利基本上是很有我了啦 大家都知道這個社會是一個很盲窮的地方 的年代嘛 因為其實很多企業我們去推廣的時候 我們都發現 其實在企業中小企業的那些資訊人員 其實收入並不高 但是他們要處理的事情卻非常多 可能身為學生沒什麼感覺啦 你們一旦投入企業之後 你就知道說 身為一個資訊人員 你不是只要懂 本身機房那些硬體事物 你還要懂網路 懂系統 甚至現在連資安都要懂 為什麼 因為HITKONG ZEO DAY 每天都在掃描企業的網站 那也是 其實也是HITKONG ZEO DAY 在喚醒這些老闆的一些資安的意識 那讓這些資訊管理人員 就是多了某些工作 就像資安的這份工作啦 所以就是說 未來就是中科院的方面 也是希望說 徵求這些廣大的一些學子 然後來投入這樣子的一個事物 就是我們一個研發的一些事物 就是有關網路上方面的 好 那我們的福利應該是不錯啦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上中科院網站 先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謝謝主任的分享 那提導社的堂位呢 就是在四樓的S6的堂位 如果對剛才主任分享的內容 有興趣的歡迎到堂位上 和他們做交流 好 那我們來歡迎下一個贊助商 安華聯網 好 那安華聯網呢 今天來分享的是 劉作人協力 技術服務部的Daniel OK 大家好 那在大家用完餐了之後 我們來一些比較輕鬆的一個議程 那今天很高興 代表安華聯網這邊 來跟大家介紹 安華聯網 到底是一間怎麼樣子的公司 可能在座的大家 可能對於我們 可能非常的陌生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 成立三年的一個公司 那公司成立的一個故事呢 要回到三年前 大概是在2013年 2014年的時候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大家對於IoT這個公司 開始慢慢覺得說 這個東西 IoT這個概念 可能在未來 會逐漸的重蓬勃的發展 那大家也知道 其實台灣 是非常多的一個知名的 網通產品的一個代工廠商 那當初我們在 安華聯網的時候 他們其實早上我們說 今天我們有一些歐洲的客戶 有些美國的客戶 他要求台灣廠商說 你們必須要 經過測試 安全測試之後 你才能夠出貨給這些客戶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 就在提供 國內這些網通產品的廠商 或者是IoT產品的製造廠商 我們提供他們一個 資安檢測的一個服務 透過我們的一個測試的方法 以及經過 ISO17025認證的一個實驗室 我們可以為他們的一個 簽入式的產品 提供測試的一個服務的內容 包括甚至從網頁到網路服務 它上面的無線設品相關的一些安全性 都可以涵蓋在我們的一個測試服務的內容 其實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不管是今天是說過黑箱的一個測試 或者是用白箱的方式 簡單來講 客戶委託給我們一個產品 它只要能夠連線上網路 或者是它即便 它不能夠連線上網路 把它交給我們 我們會幫你擬定一個測試的計畫 根據你產品的特性 我們去擬定一個Proposal 讓我們的一個測試方法 可以去說服你的客戶 交由安華聯網去提供一個 完整的一個測試的服務 另外我們也會針對國內廠商 提供一些自動化的測試的一個產品 讓他們不需要所有的產品 都透過人工的測試 可能需要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或者是更久的時間進行測試 我可以在內部 透過我們的一個自動化的產品 去進行完整的一個測試的服務 安華聯網我們主要包括第一個 當然提供給一般的廠商 可能是網頁滲透測試 社交工程 原始碼掃描這一類常見的一個 資安測試的服務 我們有做 所以說包括社交工程 應用程式 甚至我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們可以針對CIIP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跟國內一些 關鍵基礎測試的廠商 有一些研究案的合作 甚至今年我們可能針對一些未來 可能關鍵基礎 甚至會導入的一些新的技術 我們都有進入去協助他們進行評估 跟測試的服務 再來 這一項是安華聯網目前主要的一個 服務項目的內容 簡單來講我們就是針對你的產品 只要它能夠連上網路 我們就能提供一個產品的一個測試服務 那我們試試過什麼東西呢 從簡單的IP camera 到網路攝影機 智慧電視 就是NAS 那甚至我們還有客戶委託我們 從掃地機器人 那車子裡面用的一個晶片的模組 那這些其實都是在我們提供給測試 客戶的一個測試服務的一個內容 那另外我們還有自我剛剛提到 我們一些自我開發的一些資訊安全的產品 不管是從資訊安全的管理 測試以及防護 我們都有對應的一個 相對應的一個產品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主要的技術內容 我們包括 consulting 的部分 因為畢竟其實在台灣 其實還是有些廠商 我因為可能老闆的要求 我PM的壓力 我必須要在10層之內很快的去完成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把太多security的東西 把它加到我產品的生命桌子裡面去 所以說我們透過我們的顧問諮詢 透過我們的測試 或者是測試產品 去協助客戶去完成測試一個服務的內容 那當然我們另外有一些資訊安全的研究 比起像我們剛剛提到 針對一些新型態的一些無線設平 包括大家可能聽過有藍牙 那甚至無線網路 這些都是比較常聽到的 那但是在IoT裡面 它可能會有ZB C-Wave 甚至未來的測電網 它會有DSRC 這一類的一個無線設平的通訊的技術的方式 那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在research的時候 會進行研究的一個部分 那但是因為其實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說我們當然需要再做各位的一個力量 能夠協助安華聯網一起去完成更多的一個測試服務 以及顧問服務諮詢的專案的內容 那第一個我們要真的包括了我們自由的一個產品 我們需要更多的一個研發人力 不管是RD 測試人力 或者是產品的精力的部分 可以讓我們的產品變得更好更完整 那能夠可以滿足客戶的一個要求 那再來針對產品實際上我們做 Embedded Systems 在測試的過程當中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有很多的一個產品 其實公司從成立到現在 超過一百多件的一個Embedded Systems 的產品要進行測試 那有時候會有一些新的一個測試服務專案的內容 可能掃地機器人 或者是一些比較新的一個研究案 我們都需要有更多對於資訊安全有熱情 或者是你今天可能的專場是在硬體 是在軟體 那對資訊安全有興趣的各位 可以一起來加入我們 那再來其實目前國內政府已經在推動 關於APP 對於手機本身的一個安全性的認證 那身為一個17.5認可實驗室 那當然我們目前已經是APP的核可實驗室 那未來我們也會去申請針對手機的一個認證 成為一個核可實驗室 那我們就可以針對國內的一個APP 以及手機去發了認證 那另外我們也會提供客戶一些比較進階的APP 測試的服務 也歡迎所有對於行動裝置 或者是行動APP security 有興趣的大家一起加入我們 那最後我們剛剛提到有些顧問諮詢的一個服務 那我們目前顧問諮詢的部門的案子 非常的多 那不管是國內的或是國外的 甚至有些國內比較大的廠商 都市委有安華聯網這邊提供安全的一個顧問的服務 所以說我們透過我們顧問服務的方式 去幫忙去協助你協助客戶 把security加入到他們公司裡面的安全產品 你開發生命週期裡面 讓他們所開發出來的軟體或是產品更加的安全 這邊的話就是今天主要人才招募的內容 如果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上104 或者是我們在四樓上樓之後 左手邊的S7的攤位 特有擺攤 來擺攤的話我們都有一些精美的小禮物 我們可以提供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可能再度有一個可能是學生 還沒有畢業 或者是有想要換工作的時候 大家在未來想要找資訊安全工作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選擇 我們可以不再只是做網站 或是一般伺服器的測試 我們可以去做到一些比較進階硬體產品 或是網路產品 甚至未來可能大家security議題比較重要的產品 我們都可以去接觸到這樣子的一個測試的服務內容 那在這邊之後歡迎大家說未來希望有機會 能夠一起合作加入安華聯網 去做更多的一個測試服務 那今天介紹的部分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好我們謝謝Daniel的分享 我想要請問一下你們有沒有在收實習生 有像我們今年其實學校是有收實習生的 那其實我們過去大概每年平均大概都有大概兩到四位 不管是RD的部門或者是測試服務的部門 其實我們都歡迎現在可能升大士的學生 你可以透過學校實習的方式 直接加入我們去進行測試 可以去抵免學校的一個學分 那更快的可以跟業界去做一個接軌的動作 好 那我們謝謝Daniel的分享 那Daniel他們的攤位呢在 安華聯網的攤位在S7的部分 那有興趣的可以到攤位上做交流 好那我們接下來歡迎Sanology 各位好 我是來自群惠科技的Coach 然後今天很榮幸站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們群惠科技在2017年的一些技術成果 我們群惠科技是成立在新月2000年 是一間專注於研發NAS跟相關應用的公司 過去我們 過去我們在網路上 大家搜尋群惠科技一定常常看到說 我們非常非常非常頻繁的更新我們的系統 不管是主要的版本更新或是次要的版本更新 我們的目的都是為了讓使用者 為了能提供使用者一個良好且安全的環境 使用環境 並且我們會提供更多的新功能 讓使用者可以持續的接受我們所帶給他的一些新技術 那先講一下我們的路由器吧 因為我的工作內容是負責路由器相關產業的開發 這個產品叫RT2600 它是我們在今年Announce的一項新產品 我們在推出這個產品之後 其實獲得市面上非常非常多的迴響 而我們也很榮幸拿到了Smallney Builder 這個知名評測網站的排名第一名的評比 這個代表我們有一定的研發實力 那講完NAS 什麼是NAS呢 過去我們都知道說NAS其實是一個網路附屬儲存器 或許有人不知道什麼是網路附屬儲存器 你可以想像它其實就是一個網路上的外接硬點 那當然我們群惠科技不會這麼簡單的 就是把它當成一個外接硬點 所以我們致力於研發它上面的一些進階的應用 在我們的群惠科技中 我們對於我們的NAS 我們給它賦予一個新的生命 我們叫做Network Application跟Storage 我們希望藉由這三個領域的完全整合 讓使用者有更多更美好的體驗 而講到Application 我們今年的目標是放在提供使用者 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協同工作的環境 因此我們打造了我們的各種協同工作的套件 大家尤其企業主他可以用這些協同工作套件 在自己的企業內部建立完善的私有雲 建立完善私有雲的好處是 避免公司的員工去存取外部各種雲端硬碟的時候 可能造成的資訊洩漏的問題 而講到協同工作 我們會想到說 那今天在外面工作的業務 它怎麼樣把檔案傳回我們的機器呢 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傳輸機制 因為業務在外面 它可能會面臨到的是網路的不穩定 那網路不穩會造成它的檔案傳輸效能低落 藉由我們所提供的技術 它可以擁有非常好的傳輸效能 因此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實測結果 透過我們所提出的PRESTO技術 我們可以看到在最好的狀況 我們有超過60倍的效能提升 這代表說一個業務它在外面 它可能傳輸一個檔案要換上數個小時的事情 在接下來用了我們提供的服務之後 它可以在數分鐘之內完成它的工作 進而提升它的工作效率 而除了協同工作之外 那私有雲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然是儲存的本身 我們提供了一個全快散記憶體陣列的機器 目前已經有許多廠商已經採用我們的服務 藉由我們所提供的全快散記憶體陣列 去打造符合自己企業的私有雲 那講完了私有雲之後 來講講我們的公有雲吧 我們的公有雲 c2也在今年上線 也在今年上線 那大家或許會想說 過去已經有很多公有雲了 為什麼我們尋規還要再來做公有雲呢 這都要從我們的杯尬開始說起 我們的杯尬就是 它可以讓我們的使用者 把資料從自己的本機備份到雲端 過去我們接了許多外部的公有雲的API 希望帶給使用者很好的體驗 可是使用者常常抱怨 某一些功能就突然就消失了 或無法使用了 我們聽到了這些使用者的心聲 所以我們打造了我們自己的公有雲 希望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hyper杯尬的完整體驗 帶上我們的雲端 而在我們公布了這個消息之後 短短的三天之內 我們就收到了超過一萬個使用者 願意加入我們的測試計畫 讓我們的測試更加完美 而講完了備份 接下來就講到災難回復 因為對企業而言 備份除了備份之外 災難回復也是一個重點 我們所提供的C2DR 它可以完整的提供使用者 在比如說硬碟壞掉 或NAS無法存取的時候 它能來可以透過我們所提供的服務 存取它的Samba或AFP 這種區域網路才有的功能 透過這樣子的備份計畫 透過完整的備份計畫 我們提供最多不會超過一個小時的資料損失 並且我們確保它在15分鐘內 一定可以幫服務轉移過去 這樣子不管是公司內部的員工 或外部的業務 它都可以完全無感的 繼續使用它的NAS上面的所有服務 那講完了這些東西之後 來講講我們的Security 我們的Security 大家可以 我先從這Samba Cry開始講 Samba Cry是在5月24號 所公佈的一個CDE 我相信大家都在相關領域應該都看過 許多優秀的公司都可以在3天到5天之內 提出完整的Samba Cry 避免使用者的資料遭到危害 而我們的群惠科技當然 我們群惠科技當然不能僅滿足於優秀的公司 所以我們在隔天就提出完整的Samba Cry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這麼快的 在隔天就提出我們的Samba Cry 那是因為我們有完善的回應流程 我們在8個小時內 當我們收到一個CVE 我們會在8個小時之內先去研究這個CVE所潛在的問題 並在15個小時內找出相對應的對策 這樣子我們可以確保在24個小時之內 把Solution推發給我們的使用者 這樣子我們可以確保使用者在隔天 收到任何CVE或資安問題的當下 就馬上迅速的獲得了相關的處理 那由於我們有這麼良好的流程 因為我們有這麼良好的流程 所以我們在今年也跟世界的資安組織MITER申請 然後我們成功的通過他的授權 我們是台灣第一個CNA 因此我們以後我們可以由我們自己發佈 關於我們自己產品的CVE 那我們這樣做的好處就是我們可以跟這些資訊安全的研究員 有更深一步的互動 這樣可以避免我們的使用者在某一些資訊安全的漏洞 被洩露出來之前遭受到攻擊 那就講到Bounty Program計畫 因為我們有自己發佈CVE的能力 所以我們從過去的Private的Bounty Program 我們到今年推出了Public的Bounty Program 我們希望所有的使用者 如果你對我們的網站或對我們的獎金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來我們的網站看看 然後試著侵入我們的電腦 這樣子我們會有豐富的獎金等著各位 那最後就講到其實最關鍵的就是人才招募 剛剛講到我們對於資訊安全 對於我們系統開發的一些重點 那資訊安全我們不是只有處理CVE這麼簡單 我們當然要做到即時的防護 甚至我們要預測未來未知的防護 所以我們在這邊持續的招募跟資訊安全相關的工程師 那相信在座的各位對這個職學應該會蠻有興趣的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歡迎到我們外面的攤位聊聊 另外我們也準備了 另外我們也招募其實我們一般的RD 他的目標就是要幫我們的NAS 相關的應用相關的服務提升到更好的境界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也歡迎到我們外面的攤位聊一聊 謝謝 好 那可以問一下這次Synology的攤位的活動嗎 當然有活動啊 你可以來我們的攤位分享 Tag然後分享 我們會在明天抽出上面的這兩台機器 然後這兩台分別是RT2600跟718 Plus 那RT2600就是我剛剛提到 我們今年獲得Smallnet Builder評比第一名的機器 如果大家對你的網路設備有更新的興趣的話 那也歡迎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試著把它帶走 好 那我們謝謝Crutch的分享 好 那我們謝謝這次的TBRO社還有安華聯網還有群迴科技的分享 那相信大家還意猶未盡 那等一下這邊呢還是有 還有一場人才招募秀 然後接下來的人才招募秀呢 是QNAP豪免科技還有職策會 以及PCHome跟露天市集的招募資訊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開始我們下午的第一場的人才招募秀 好 那這一場呢帶來的分享者呢是QNAP 還有豪免科技還有職策會跟PCHome及露天市集 好 那我們接下來歡迎第一個分享者是QNAP QNAP這次的分享人是產品經理Cherry 大家好我是QNAP產品經理Cherry 今天很高興可以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公司 然後還有我們母公司IEI這樣子 那剛剛前面是我們的那個友商已經有介紹過很多關於NAS的東西 對我們是一間正在做NAS的廠商 那我想在介紹之前呢我想要先做一個小小的調查 在座的有聽過QNAP NAS可以舉個手讓我知道嗎 喔 還不少喔 OK 那我們行銷部呢也非常的用心的有準備了一支我們公司的介紹影片 那我想先從這支影片呢讓大家可以快速的知道我們公司以及我們在做的NA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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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et us be your backup We know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requires information exchange That's why we provide convenient and secure file sharing technology Power is gained by sharing knowledge, not hoarding it Sharing inspires, sharing empowers And with QNAP NAS, sharing is easy We like to have fun as much as you do That's why we make our NAS a hub of multimedia entertainment Wherever you are and on whatever device From photos, music to videos A totally connected digital multimedia experience starts with a QNAP NAS We are always curious about the unknown, just like you That's why we never stop exploring new possibilities QNAP NAS is more than simple storage Our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provides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By inspiring the future and consolidating the past QNAP NAS is transforming into an intelligent data center Not only will NAS gather data But it will also analyze and reflect the meaning beyond the numbers To link up Internet of Things services Connecting all aspects of your life together We envision NAS as an intelligent automated data center In your daily life and in the workplace QNAP NAS will help you to see beyond the data Providing useful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For wherever the future takes you Breaking barriers We are QNAP Anything else keep myанные fiber Ừ Well little and more I've watched the video And I believe you got to know offering the einer President And we are helping us in business Different parts Some of our companies I may enatten To explain the 곳 Coming together To filters Our Vice Ah Cool 因为我目前是在QNAP这边担任产品经理的这样子的职位 那也希望可以以一个QNAP的角度呢 跟大家分享我眼中的QNAP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今天重点的 就是说关于人才招募的部分 我们也有一些资料做分享 关于QNAP的部分呢 我们这边是成立于2004年 那在业界呢 有推出了许多产品 那产品的部分呢 从规划到软体研发 然后再到测试的部分呢 都是由QNAP一手包办一条龙这边去把它做开发完成的 那我们在市场上呢 也推出了相当多完善的这个解决方案 像最近在如火如荼举行的这个世大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转播 那个转播台华士呢 他们采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QNAPNAS 作为他们辈分的解决方案哦 那QNAP的总部 QNAP跟IEI的总部都是位在细致 那为了招募更多在桃猪苗地区的优秀人才们 我们也在去年度正式进驻 在我们新竹的这个云基地 大家图面上面看到的这一栋大楼呢 就是我们在新竹刚落成的一栋大楼 这样子那我平常本身就是在那边工作这样 然后接下来这个简报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QNAPNAS在全球的一个布局的状况哦 在14个国家当中呢 我们就有成立了将近20个办公处 就是具备一个国际化的一间公司 那提到IEI呢 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不是这么熟悉这间公司 有知道的吗 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吗 哦好 那让我来介绍一下 IEI是QNAP的母公司哦 那它是一间在做那个IPC工业电脑的供应商 那近年来呢 除了在做一些像是ODM的专案之外呢 我们也致力在提出一些自由品牌的一些计划 那它就是QNAP的母公司 那有这样子的基础之下呢 QNAP也有才有办法就是一直一系列的推出很多 很优秀的这个硬体的产品 那在今年2017年呢 我相信是对QNAP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哦 因为我们跟IEI呢 接下来呢会做一个更深度的这个整合 那包含这个技术面的开发 然后也包含一些公司的资源的部分 那希望可以共同合作 那推出一些在市场上更优质的产品 那接下来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些 我们的硬体上面的产品 那第一个呢要介绍的呢 是我们的这个Thunderbolt的NAS 在2015年呢 我们有发表了一款全球第一个支援Thunderbolt 2的NAS 那也在今年2017年4月 我们有推出了一台Thunderbolt 3第三代的NAS 那这个在市场上来说呢 其实是我们是唯一一间 然后有做这样子的产品的供应商 那这个主要的客群呢 就是针对一些像是 有在做影片编辑的使用者工作者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在2016年呢 我们有推出了一些企业级的高可用性的 这个服务的ZFS NAS 那它采用了Intel的Z5的双控设计 那它可以满足一些企业级的需求 给灾难备源或资料中心可以使用的 那第三个 第三个我觉得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产品 是我们在今年度也发表了一款 它支援蓝光烧路应用的一款NAS 那这个也是目前在市场上 就是只有在我们家这边有提出来的一个 很创新的一个产品 那相信大家看过这三个产品之后 如果有在自己再去做一些比较的话 会发现跟其他的NAS厂商是蛮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一直在硬体的部分 有非常大的要劲 那在软体的部分呢 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可以多注入一些 关于智能机器学习的部分 像是我们目前已经有推出了一款QTIR的服务 它可以做到热资料跟冷资料 自动分层这样子的应用 那让使用者他就不用再手动 再去做这样子的操作 那在跟我们的母公司合作之下呢 我们也会接下来会推出一款 智慧型的陪伴机器人 其实是越来越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招募更多资安领域的人才们 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 那接下来我想在座应该有很多是学生吧 对我想说可以分享一些就是我在QNAP工作的一些经验这样子 那今年呢是我在QNAP工作的第五年了 那我觉得在这个五年当中 就是每年都有很多创新的一些题目 然后可以去做研发 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除了工作以外呢 我觉得在QNAP也认识了很多好伙伴工作伙伴们 那除了工作以外 我们私下其实也是会一起做一些就是交流这样子 那我在公司呢有参加了 每年都会参加员工旅游 然后还会参加社团活动 像大家图片上看到就是我们去补山员工旅游 然后还有我们去打漆弹 然后户外活动社 然后还有那个我们去做独木舟的这样子一些活动 那我觉得在这边我让我找到一群就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们 相同理念我们都是一群就是work hard 然后play hard的一群伙伴这样子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加入这样子 那这个是公司每年都会举办不定期举办的一些内部的创业活动 那像现在图片上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举办的黑客松的活动滑絮 对不对 那就是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那人才照目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然后可以上网去浏览直缺 那如果说上面没有目前你想要的直缺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扫描我们的LINE官方号 加入我们的那个官方招募大使Q捷 那也会不定期的有一些新直缺释出的时候呢 都会做自动的推播 OK那大概就是分享到这边 那如果会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都可以到我们QNAPIEIS5的摊位 然后去跟我们做一些聊聊这样子 那想问一下你们这次的摊位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 我们摊位这边 就是大家可以来摊位扫描我们的QR Code 然后填写一些基本资料 那就可以获得我们提供的一个小奖品这样子 好谢谢 OK谢谢 好我们谢谢QNAP的分享 那接下来的分享者呢是豪勉科技 好那豪勉科技 欢迎一下哦 好那我们欢迎豪勉科技的陈俊雄 陈俊荣经理 各位惠众武安 那我们是豪勉科技 那我们上台的话跟其他友商部长一样 就是各位可以看一下我的左边 我们左边这一位是Goria 有很多人都认识他 那我们长期赞助TECOM的活动 那我刚刚问了一下Goria说我们跟TECOM结缘多久 他跟我讲 他竟然豪勉十年 好像第二年就开始了 那之前的话都是设备的火力资源 那今年的话Goria说可不可以带四个小孩来 所以我们就带了四个小孩来 那我们今年呢 现场没有摆摊位 所以Goria就亲自带了四个礼物上来 OK 那这个四个礼物呢 那我们的密码就在简报上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只要简报上面有出现TECOM的这个帽子呢 只要回答问题 就有这个礼物 那礼物里面还有包含那个蓝牙耳机 OK 那豪勉是一家很低调的公司 非常非常低调 我问一下有听过豪勉 然后知道豪勉在做什么的请举手 两位OK 那不知道豪勉在做什么的请举手 OK 那我们这一位 OK 我们给这个勇敢举手 不知道豪勉在做什么的这个贵宾 OK 那其实豪勉是一家系统整合厂商 很低调很低调 低调到非常低调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页呢 是我们CEO写的slide 那通常呢 我都是讲从最简单的开始讲 那豪勉的话是成立38年 是一家非常历史悠久的这个系统整合厂商 那我们目前是上柜公司 就是股票公开发行的公司 就这一位 OK 那等一下我们真彩的话 就会包含我们的所有的据点 从台北新竹高雄台中 都有我们的这个真彩的这个项目 那最上面这一个 我们这一页有这个嗨客的帽子出现了 那最难讲的 我们老板写的这个经营使命的部分 他写了这句话 为您架构 从地面到云端的网路世界 我揣摩了很久 我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CEO呢 不是技术出身的 那我就想说 他写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后来我终于懂了 那这是第二个问题 有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这句话就是要从技术的观点来看 OSI model有几层 知道的请举手 有几层 几个Layer 好这一位 七层 我看了半天 我终于知道我们老板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技术使命 就是从Layer1要做到Layer7 那员工听了脚都软 那这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提供 我们的客户完整的整合的服务 OK 那这么低调的公司呢 成立38年 只有一个东西不低调 OK 什么东西不低调 我也是进公司才知道 我进公司15年 从15年间公司就说 从我们成立开始就都是赚钱 那今年第38年还是赚钱 那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征财 所以要让员工是幸福的进来 OK 那我本身是行销跟产品的负责人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实今天的很多厂商都是我们的友商 系统整的厂商 我们的方案非常多 所以不管是学生 还是已经出社会的这个会友 看到这么多设备就知道 我们家有很多东西可以玩 那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放上来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security的station是最多的 各位都知道 security没有100% 所以我们按照未来的趋势 在一直在调整我们的产品线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的技术能力 那我们只要有代理的产品 甚至是一些公用的一些技术 我们的呃呃员工都可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训练 那取得相关的证兆 那目前呢我们公司正在导入 Iso 27001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经过认证的资安认证的公司 来提供我们客户好的资安的服务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真材项目 好 第一个就是数据分析师 因为我们有 呃 往这个大数据的方向在发展 那我们主要的这个solution 这是spunk spunk这个solution 那需要的人才呢 就是上面的这些language 那重点就是要有创意 这是真材单位的老板讲 那第二个是新竹地区的系统工程师 那上面是条件 有一个红色的地方 那这个又要请教各位了 可以配合海外出差的 不会超过十天的 请举手 就是在你工作里面 不是说就要来啦 就是只要有兴趣的 海外出差的 OK 那这一项就送不出去啦 有人举手吗 我们这个工作项目很好玩 就是我们有一些海外的客户 那通常出差时间不会太长 可是就是要喜欢出差 这是我们新竹地区的 求财的项目 那另外一个是高雄地区的 系统工程师 那另外的话我们 如果各位有要挑战 除了技术之外的这个职缺的话 我们还有台北地区跟新竹地区 都有业务的这个职缺 那帽子又出现了 那各位知道超人嘛 那什么叫超人 就像各位一样都有专业超强的能力 在必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OK 那如果说超人一天24小时 每天穿着红内裤在路上走 他就不叫超人 那有谁知道超人的日常 他的平常工作是什么 你是工作人员吗 工作人员不算 他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有谁知道请举手 这一位 他的工作是记者 所以通常有超能力的人 可以拯救世界的人 通常都是隐身在一些市集里面 在人群里面 所以刚刚的职缺 我们刚介绍的职缺里面 如果你有其他超能力 有其他的技术 当然包含资安的技术 然后对我们公司 有兴趣 这边这三个QR Code 各位可以拍下来 跟我们联络 那我们今天现场没有摆坛尾 那我跟Gorea 待会会在现场 可以跟我们联络 这边各位可以拍一下 那以上是我们公司的 身材项目 谢谢各位 还有一个小礼物 那这个礼物就让 想问一下现场 有没有人想要问问题的 我们可以送出这个小礼物 OK那我问一个问题 好你问 豪眠科技连续几年获利 刚才有提到 中间有一位 那个女生 38年 好谢谢 谢谢各位 好我们谢谢豪眠科技的分享 好那接下来 由我们带来的是资策会 是王 王兴奇政工程师 好 好大家午安 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 快睡着了 那我就是以工程师的立场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资安所 就是资策会资安所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我其实在这个行业 差不多七八年了 然后从过去的 也是在资安所的技术服务中心 然后跳到中华电信不到一年 然后我又回来了 那回来的原因跟一些思维的转变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跟在座的各位 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想要的人 然后你在这个行业 你到最后你想要走到什么样的出路 我们在这边都会有一个解说这样子 那一开始我会用我的立场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说 当时为什么我想要进入资安 因为我觉得 不管 因为那时候我硕士毕业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在做资安 基本上对学校的资安 我们都局限在电子商务 密码学 那些就是我们看不到食物 它到底到最后食物 可以应用在哪里的一些课程 而且那时候我的同学 很多都投入在手机的app开发 游戏或是无线网路等等 那时候我就是很想要走资安 因为我觉得不管科技在怎么发达 你就是要从资安开始 就是不管它的电脑 我的一体设备在怎么强 那你运转 硬体的设备运转速度越快 对于破密跟解密这种东西 就会越容易 那贝斯还是在资安 进来之后才发现 就是那时候 原本我毕业的时候 是已经在另外一间公司 然后是因为我的履历没有关 然后那个 技服这边有人 就是把我的履历拿去 就是问我说要不要进来 因为我觉得听他跟他聊完之后 我发现这个是在做资安实物面的东西 包括渗透测试 包括检视 事件处理 二一程式分析等等 也许在座各位如果在做资安的实物的话 听到这些词都会觉得很耳熟 对我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我现在每天八个小时上班 甚至每天是12小时上班 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坐着坐着你就会开始觉得说 我这样继续坐下去 什么时候可以脱离 不要再一天到晚IR 不要再一天到晚PT 不要再一天到晚是developer之类的 就是我可不可以转换一下 我现在的工作领域跟跑道 但是我还在资安界里面这样 那就是我那时候进技服 一开始我进入是一个比较 难的一个领域 就是其实资安领域还没有完全熟悉之前 其实我就已经踏到二一程式逆向那一块去了 那因缘忌惠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资工背景 所以懂一点点足语 懂一点点作业系统 懂一点点技开 都走一点点 然后就去上那时候的SENSE的GIEM的课程 然后回来就直接实作 所以所有那时候我们在做 技服有那个自己的SENBUS 然后我们SENBUS收到所有的Email都会进来 我们都要做人工的判断分析 以及确认中继站的确认 那时候都是从我手上输去的 所以有时候技服中继站有错 就是不好意思 那时候是我出了错这样子 那时候做着做着都会有点后悔 后悔第一件事 就是有些产业不是资安的产业 他们可能有比较高的获利 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在这个行业 我永远都只能拿到这样子的薪水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有时候会觉得进入资安圈子的门槛有点高 因为像我们在做逆向 我们需要懂一些记忆体配置 我们需要知道作业系统的运作 那我们需要知道城市的一些格式 那它逆向回去的一些主语 对我们都必须要大概有一点了解 那你就会发现人越来越难找 然后大家有这样技术的人 会想要往比较获利比较高的公司去 那是我遇到的一些困境 所以我就想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我就想说 那如果与其这样子 那我就去找一个 真的就是在做 因为在我的领域 我的思考的思维里面只有一个 我觉得职业要不断的转换 也就是说 我不能预计五年之后的我 还在同一个工作岗位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有安定的想法 那就是走向灭亡的路 在科技业是这样 在资安圈更是这样 因为我们跟骇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角色 因为有他们所以才有我们 因为有我们所以才有他们 那我是觉得说 对我来讲 职业一定要转换我要去学新的东西 所以我离开了 我去投入了另外一间 中华电信的东西 不是它不好 是进去了之后 我发现 它是走专程服务 就是在做接客户这个动作 那你就会发现你的职业一直都在接客户 接客户 但是你有想法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回圈 因为我有我的想法 我想要做一些新的东西 那所以当时就是资安所的计言中心 现在有这样子的场域 有这样子的人 就是有这样子的空间让我去发挥 所以回来了 那回来之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团队 都比较偏向AI security的领域跟路线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AI security 其实在我们团队 我们常常都是会有一些出国访查 或者是去国外跟人家交流 或者是去投稿等等的一些动作 那它其实这样子的去国外去参访 或者是去观察一些国外的趋势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去看看第一 为什么国外的资安会比相较于 就是一些国外资安 比较蓬勃发展的一些公司 或是场域 它们为什么会跟台湾比起来 会比较有人才或是资源 其实台湾现在不是没有资源 其实近几年资安的资源 陆陆续续进来 但是现在的困境在于人 没有人做 然后你会发现 做监视的就是那几个人 做PT的还是那几个人 那你会发现案子越来越多 大家钱一直丢进来 但是人没有进来 大家就想要走自动化 那自动化就需要 AI的一些support 因为大家都知道资安这个领域 很多东西并不是SoP订得出来的 它有一些人工的智慧在里面 有一些knowledge base的东西在里面 那我们就需要一些 人工智慧的辅助 他们有一些资料研系 跟处理的方法来帮我们 也许我们要跨到的人工智慧 不那么容易 他们要进来资安也不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team就在做这样的结合 我们有一派的人在做食物 有一派的人在做资安的研系 资料的研系 有一派的人在做情资的收集 那我们这样三条线路结合起来 我们才能 还有一派的人在做产品的开发 以及那个系统的开发 这样子大家结合起来 才有办法去做人工智慧的资安 那其实为什么要做AI资安 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IoT设备的蓬勃发展 所以你的来源会变得非常的多 包括情资那边的系统 它进来的样本数会变得非常的多 即便你再厉害人下去摄入 一天给你十支 你还是没有办法应付这些庞大的样本 这是以分析的角度来看 那其实很多 包括你去做事件处理 包括你去做见识 其实你面对的可能都不是一二十台电脑 可能都是一个业界两三百台电脑 那怎么样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准又大 那我们就需要AI智慧的一些介入 让我们辅助我们实务面的操作 我们资安圈也辅助他们AI在发研究论文 以及技术专利的时候的一些人工智慧的support 那我们资安所主要还有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关键基础设施 其实也需要新技术的研发 那我们想要提升台湾资安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们想要把一些资安人才跟厂商 就是让我们台湾的人都可以用台湾自主开发的产品 那不要就是大家都是用外面的国外的开发的产品 那这其实有很多件事情要做 就是第一为我们的产品要怎么样做得比国外的产品好 这是第一件事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要怎么说服台湾的一些八大场域 或者是我们一些本来有一些主观意识 就是我就是某些厂牌不用的一些主管 我们怎么用台湾的一些厂牌 所以我们在做这样子资安能量的提升 那其实就是我自己脑袋有一些理论 因为我觉得说研发跟厂跟食物 研发跟食物一定是两条 就像麻花 就大家有吃过那个麻花卷 我记得巴黎那边有一个蛮好吃的 就麻花卷然后拿去榨 它就是两条绳子串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如果你一直都爱做研究 你会发现做到最后就平静 因为你不知道食物面到底需要什么 可是如果你又一直走食物的话 你会不知道说 我今天一直这样子在做产品研发 或是我一直在做客户服务 我到底最后出入会是什么 那我觉得对我现在来讲 我可以在研发跟实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我可以两个都做 目前我们的团队的确也是这样子 就是两个都在做 那如果有兴趣跟有梦想的人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团队需要 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想做什么的人进来 那我们在那个S8今天有设谈 那欢迎各位的加入 谢谢 好我们谢谢支撤会的分享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更多支撤会的讯息 可以到他们摊位上去跟他们做交流 好接下来呢下一个呢是PC Home 网络家庭电子商务技术总监 还有露天市级技术处副总 欢迎 很高兴能够跟在这里跟大家参加2017台湾駭客年会 那台湾駭客年会我的印象是从2005 2006到现在2017 有13个年头了 想说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数字 我想在场的各位应该有许多人 是从事网络相关行业的工作 那我们都知道网络这一行工作 或甚至于心里有个想法是说 我们的公司网络公司 是不是能够平安安全的顺利的度过 每一个13年 我想这个这样的想法一定存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网络实在是十分的竞争 尤其是像泰克年会这种搞自然这么冷门 这么孤独 在13年之后还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 我想这真的让我觉得是十分的难能可归 让我不得不从心里 尤其佩服TECOM团队这几年的努力 那今天我想在座的各位 大部分都是透过电子 那个网络上购票 然后在线上填写资料 在进入这个厂子 不知道各位 在这一次的购买流程 是不是有人 跟我一样的想法 我个人在这边有一个疑惑 就是说 我觉得这几年 泰克年会的找鸟票 似乎一年比一年的减少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两三年来 每次到网站上 看年会的票 开始贩售的时候 会发现 好像票就一开卖 然后找鸟票 每一年每一年更早的结束 那我这心中就起了这个疑惑 是不是主办单位 因为成本的考量 所以把我们的找鸟票 不断不断的减少 那这个假设 我之前是没有任何的根据 所以没办法讨论 但是今年我发现 我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知道 今年厂商不会是因为 成本的考量 而减少 泰克年会的票券 因为今年 我有内幕 我知道今年 PC用及路电拍卖 有赞助本次的活动 那我想 这肯定不是禁备的问题了 所以 接下来我就在想说 那如果不是这个问题 那有什么原因导致 我们的 我们泰克年会的找鸟票 好像让我感觉到 每一年每一年的减少 心中突然想到说 泰克年会的售票系统 是不是被害了 而且一害还是害了两三年 那我觉得这并不科学啊 因为 Alan不太可能让这种事情持续的发生 那再隔几天 我到票券上的系统去看 发现 诶 怎么出来一个第二阶段的售票 那再隔几天 第三阶段的售票就出来 这时候突然感觉到 其实是我想太多了 纯粹只是 每一年想来参加 泰克年会的人越来越多 那只是我想的速度不够快而已 以上是我个人在这一次购票的一点小小的心得 那这一次来这边 有个讯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我们在今天礼拜五跟明天 周六两天 我们在场外S3 露天及PC用有摆设两个人才招募的摊位 现场有准备许多的零食跟饮料 那欢迎各位想要从事电子商务P2C C2C 相关ID开放业的朋友们 可以利用这两天 精明两天 各场次活动中间休息的时间空档 到我们的汤匪上 我们的汤匪上将会有我们的专人 可以进行跟你们讨论跟交流 那今天谢谢大家 也谢谢主管单位 谢谢 好我们谢谢PC Home跟露天的分享 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就是你在工作上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我在工作上曾经有一年2004吧 我收到一个风寒就是说台北市长马英九 然后要告我 因为他说我乱发垃圾性 那当时我知道当年那个年代PC用常常被人家说垃圾性十分的泛滥 那我刚进来的时候我是在epepper 那那时候确实信都是我们发的 那我也写了一支发信程式 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支发信程式好像被人家扣臂走 上面刚好有写我的名字 所以从此以后 我就 我是在网路上很黑 大概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 那个比较有趣 那谢谢PC Home跟露天的带我们这一次的分享 那我们这一次的人才招募秀就到这边结束